中央电视台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在这场绝配当中 双方的出场队员 第一单打是成龙 对阵孙满虎 第一双打是中队的徐晨张南 对阵韩国队的李龙大和柳延新 之后是双方的第二单打 中队是派出了林丹 韩国队出场是李东根 随后是二双 中队是风云组合 蔡云和富海风 对阵韩国队的金鸡正金沙朗 打第五场是中队的高欢 以及韩国老将李璇一 比赛开始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成龙 对阵孙满虎的比赛 四双虎发球 进盲短球 挑起来 成龙软压一拍 反拍放网 对方回放 成龙挑起来 头顶突击直线 成龙接杀不错 反拍过度 再放网 这球成龙在后场正手批杀 球下网 这两位球员呢 之前呢 有过六次的交锋 成龙呢 是五胜一负 而且呢 最近的成龙呢 是取得了对孙满虎的一个五连胜 包括不久之前 刚刚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市井赛上 成龙呢 是四分之一决赛 苦战三局 二比一 战胜了孙满虎 当时三局的比分是21比14 12比21和21比17 开场以后 可以看到两位运动员呢 都打得很耐心 在场上呢 这种多拍 很多 王世贤 李雪瑞 旁边是刘勇之导 今天呢 中国队的队员呢 西树 来到了比赛赛场 再给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呢 再加油助威 在赛前呢 也有一个中队的一个仪式啊 所有的男队队员 在场地中央围成了一个圈 高喊的中国队 必胜 加油加油 不错啊 这一球推调孙满虎的头顶区 孙满虎呢 在头顶区越起 扣杀对角 头顶区突击对角得分 孙满虎呢 目前呢 世界排名呢 是排在第七位 陈龙呢 是排在世界第二 反拍过度 放网 对方回放 再回放 对方挑起来 软压一拍 这球呢 孙满虎呢 还是通过高质量呢 往前的控球 逼迫呢 陈龙呢 挑后场出现失误 这个亚运会羽毛球 比赛的场馆呢 是在 仁川市的贵阳体育馆 这个馆呢 比较大 大家通过镜头呢 可以看到 这两天比赛下来呢 场地内的风 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呢 在屏幕下方 就是陈龙这个方向呢 是有点顺风的 好 好 好 陈龙呢 感觉开场以后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紧 这是林丹 陈龙示意主裁判 要换一颗球 今天呢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 是来自印尼 发球裁判来自泰国 这是孙王虎的一个主动失误 孙王虎呢 是1988年5月17号出生的 身高1米77 体重70公斤 他是参加过 2010年的广东亚运会 当时呢 也是代表韩国队 打了男子团体的决赛 当时他是打的二单 二单当中呢 他是当时输给了陈金 再挑 吹挑对方头顶区啊 这是第二次了 孙王虎呢 在头顶区跃起以后 出击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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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陈龙的主动失误 感觉开场以后呢 陈龙呢 稍显得拘谨 刚才屏幕上出现的是 夏娟泽之导 还有李志峰之导 漂亮 漂亮 这球 这球放网的时候呢 已经被孙王虎判断到了啊 这个球孙王虎呢 是抓了陈龙的一个习惯球路 陈龙回放的时候呢 孙王虎已经等待了往前 我们看 一个平推对方后场 感觉开场以后呢 这段时间呢 陈龙的速度不够快啊 打的 有点 怎么说呢 保守 还是要适当的 再增加一些后场的进攻和突击 把速度呢 稍微的提一提 但是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这个场地呢 现在陈龙这一侧呢 有一点顺风 这几天打下来呢 风还是比较大的 李永波总教练呢 也提到了 说这个场地的 比赛的条件 不是那么理想 当然了 风对于双方运动员 都有影响 孙王虎发球 进往短球 下压 批掉 跳起来 孙王虎批杀 这球出了边线 陈龙呢 要适当的 增加一些后场的下压和进攻 把速度呢 稍微的提一提 进门短球 这球 陈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其实对方揭发球 这个球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陈龙呢 向后一步跃起突击 但是呢 很可惜 这个球呢 杀得太鞭了 推倒对方 整个节奏呢 有一点点偏慢 另外呢 失误也比较多了一些 对方揭发球 50秒 40秒 50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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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3 1 2 3 加油 加油 这球春龙有点缺乏准备 他的揭发球直接放网 他觉得这一拍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想到孙丸虎能回放 这个陈龙原本的预判 是对方要推调自己的头顶区的底线 反拍 向对方的好场过渡 球是再次出界 这球出界还比较多呢 这球出界还比较多呢 再次下压突击 下压突击以后 接下来这个半场的连贯 感觉稍微有一点慢 这个半场的平抽 这个半场的平抽 结果是出界了 这个半场的坏 加油 这球手腕的动作确实是非常的隐蔽 而且整个的控球非常的精巧 勾对角 对方起球 陈荣在投顶区刚才是准备点掉一个直线出现失误 夏宣泽和李志峰指导 夏压 漂亮 在投顶区刚刚是陈荣突击对角 韩国队南单的教练员 这应该是安仔昌 还是好像是对风向不是太适应 在屏幕的下方陈荣这个场地上 它是有点顺风的 几次我们可以看到压对方底线 包括推调对方投顶区的时候 都出现了这种失误 都是出界了 投顶区 接杀不错 这球孙文虎接杀直接放网 质量很高 我们看反排接杀放网 球是贴望而过 2,0,3,4,8,1,0,5,6,3,1,1,2,7,2,1 the 反排过度 对方进锅 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 高同炫 还有韩国女队的几名队员 中国队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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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孙晚虎的运气也不错 这是一个半场的平抽 结果这个球弹网以后 翻滚而落 掉在了陈荣的场地上 20比5 现在孙晚虎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又是推敲对方的底线 出现失误 这样21比5 韩国选手孙晚虎先胜了第一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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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逗律 survival 到底是否价值均挤 是追見均勾 是追 job 攻击 加油 每次都要自信 加油 加油 那是你把你打开 加油 加油 慢点 加油 20秒 20秒 加油 陈荣对阵孙丸虎第二局的比赛 双方交换场地 投顶局出击 连续两次在投顶局 第一次是出击直线 第二次选择出击对角 我们说了四年前 在广州亚运会上 也是这两队队伍 退失了最后的男团的决赛 当时中部队在广州是3比1 战胜了韩国队 当时第一单是林丹 队的韩国选手朴成冠 林丹是2比1获胜了 当时是孙文虎任二单 他是输给了成金 从过往的战绩上来看 成龙是占优的 成龙是5胜1负 而且最近是对对手的一个5连胜 但是亚运会在仁川举办 韩国队占据了主场之力 天时地利人和 看看交换场地以后 成龙现在是换到了逆风的这一侧 进王短球 飘起来 孙文虎反拍过度再放网 控制对方底线两个大脚 但是呢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呢 孙文虎整个的后场的进攻 还是比较犀利的 投顶局还有正手底线 连续的下压进攻 越起杀中路 球速非常快 杀了成龙一个追身 他肯定打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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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刚刚陈龙呢 也是啊 在后场呢 越起以后 正手呢 推击直线 第一局呢 感觉成龙的节奏呢 有点慢 后场的进攻 下压 这个都不够 主动拳呢 是掌握在对方的手中 看看第二局啊 成龙在后场的进攻 能不能够有所起色 好球 反排过渡一下 再放网 再挑起来 漂亮漂亮 反击 好球 这一分应该说 成龙守得非常的顽强 因为成龙呢 他本身的防守 是他的一个强项 他身高必长 这个场地两边的防守呢 照顾的面积很大 刚才呢 这一分可以看到 就是成龙呢 几次的这个接杀 球 控制的都非常好 没有给对方呢 留下连续突击的机会 看看孙丸虎啊 他的体力 在第二局当中 是不是还能够 保持的比较充沛 因为现在连续的突击 包括他整个后场的进攻 都是比较凶的 这个对于体力的消耗也是比较大 越起软压一拍 控制对方底线 批掉 这个球确实是 孙丸虎呢 在后场的中路 越起 批掉一个斜线 这个球落点 确实是非常尖锐 批杀一个斜线 非常靠边 李永波总教练 他是在看台上 扑 这一下 这一下可惜了 这个连贯没有打好 杀完了以后杀上网 我们看到这个扑球 这个球感觉就是 陈龙呢 是想弹到对方的后场底线 所以没想到呢 这一球呢 刚好送到了 孙丸虎的手里 这不是一个半场呢 刚才不是一个 下压的出手啊 他是想弹到对方的过顶 再扑 好的 这一下是半场的扑杀 扑了一个中路的追身 陈龙发球 进往短球 推放 挑起来 再放网 反拍过度 抢放网 软压一拍 这球孙丸虎失误了 孙丸虎呢 在12年伦敌奥运会上 是进入到了16强 今年呢 他是全赢赛 打到了第三 然后呢 是丹麦哥本哈根市底赛 进入到了八强 当时的四分一决赛 正式输给了陈龙 接杀不错 接杀不错 连续的突击 先是突击直线 然后呢 抢放网 放网以后呢 再去突击对角 这球出了边线 6比6 推调对方的口顶区的底线 这个球要求太高 球呢 是出了边线 陈龙呢 是刚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 拿到了他个人的第一个 这个大型的世界性赛事的个人的冠军 获得了世锦赛的南单冠军 好球好球 投顶区突击直线得分 这个比赛开始以后 还有观众陆陆续续的在进场 今天因为我们是五点多一点 就是仁川的时间 五点多一点 北京时间是下午四点多一点 我们就到达了这个贵阳体育馆 当时呢 在体育馆外 已经有很多观众 在手持着这个今天的决赛门票 在排队 在等候入场了 今天呢 孙文虎呢 确实啊 在底线的进攻 突击 这个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呢 在突击的线路上 有一些变化 基本上呢 是突击中路 杀陈龙的追身 因为陈龙呢 他身高必长 他两边 两条 对方的两条直线 他都照顾得很好 他现在杀中路 这个对于他来讲 确实是 好球 陈龙也是马上怀疑颜色 在正手 这是傅海峰 在正手 刚才是一步 跃起突击直线 突 好的 抓了对方一个习惯球路 李玄一 他今天呢 要出任韩国队的三单 要打这个决胜的第五场 跳起来 陈龙跃起批杀对角 这个球呢 直线失误 10比8 现在宋满虎呢 在第二局领先 第一局呢 他是21比5先胜 这个比赛 进行到目前为止 整个宋满虎的节奏和速度 都是保持的挺快的 철 Flat 准备 准备 川 richt 啥 cheese 刚刚照 柚子 もう出门 接发球陈隆推调对方的正手底线出现失误 这样11比8 孙文虎在第二局再次领先 代表表表标我 20秒 30秒 11秒 1秒 4秒 进王短球 勾对角 好球好球 这球孙芒胡也是 等在了前半场 知道陈龙很有可能选择回放 我们看 然后拨对角 这球抓得也很好 这球孙芒胡自己出现了失误 往前反派的放了 要求过高 球没有过 换发球 现在是陈龙9比12落后 看看陈龙能不能够顶住 通过控网 逼迫对方起球 抢放网 跃起 杀一拍 再放网 失误了 跌救 你 你的 你 我 对 对 这球呢 在孙长虎的前半场 它连接的很快 我们再看 突然间的一个加速 直接的扑压陈龙的中路 现在陈龙呢 在场面上的比较被动 一个是自己的进攻 不是很有力 后场的进攻 包括一些下压突击 现在是没有打出来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以往非常好的这种防守 今天呢 也显得有一点点的 怎么说呢 不到位 不到家 今天呢 我们看到孙长虎呢 基本上啊 他的杀球 包括一些这种连接 都是打陈龙的中路 因为陈龙呢 他身材很高大 身高必长 他两天的防护面积很大 但是呢 这种中路球 其实对于他来讲呢 确实是啊 有一些难度 回放 托 成龙还是应该适当的呢 把一些这种节奏和速度能够打得快一些啊 能够提起来一点 孙长虎 事宜要换一个球 陈龙 孙王虎 这个我们也叫做与含龙虎斗 孙王虎刚才是在头顶区越起突击直线 但是呢 这个球呢 是团盲以后 落到了街外 这个贵阳体育馆呢 其实他比较大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场地内呢 一共是铺设了五块场地 四主一倍 平常呢 是四块场地进行比赛 有一个备用场地 这个管呢 应该说 他应该是以前是一个综合管啊 灯光呢 他是由这个排球的比赛的这个灯光 呃 这个 改建而成的 因为管大以后呢 他这个风向的变化 其实是挺莫测的 刷漂亮 好的 刷推突击啊 陈龙呢 刚才是在头顶区 直接呢 是杀直线 中国男队 我们可以看到呢 刚才是 刘晓龙 邱紫瀚 杀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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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陈龙呢 现在是 比分落后一分 十三比十四 就是考验运动员的心理的时候到了 这个时候就看你咬牙 能不能够 顶得住 杀直线 杀直线 够对角 投顶区 杀对角 再放网 挡掉 孙王虎也是很努力 又是在投顶区 跃起突击对角线 加油 加油 杀直线 加油 杀直线 杀直线 从排兵部阵上来讲呢 就是说因为两个队的 有点怎么说呢 不太均衡 就是说各善所长 中队呢 其实在单打上占优 而杭队呢 是在双打上占优 所以呢 中队呢 要想获胜 就是说 三个单打里面 要抢下两分 另外呢 两个双打里面 要抢下一分 加油 加油 对于杭队来说呢 他就是两个双打 是必保的这两分 必须要赢 另外呢 他寄希望于三个单打里面 能够抢下一分 所以第一单打的这个胜负 对于两支队伍来讲 都是至关重要的 飘起来 杀 突 这个球 是玩虎杀上网 在网口呢 直接扑 但是这个球呢 下压的过凶过狠 我们再看一下啊 投顶球突击直线 杀上网 扑 这一下感觉还是 就是手腕的动作 有一点大 我们说了 孙万虎这样的一个 快节奏的这样一种打法 其实对他的体力消耗 还是挺大的 陈龙这个球 挑底线的时候呢 稍微的长了一点 王世贤 李雪瑞 前排 赵云雷 马进 这边是田青 都在 现在需要陈龙呢 顶住 回放 对方再放 突击 这段时间 孙万虎 其实是打的气势很盛 通过往前的控网 逼迫呢 陈龙来挑球 然后呢 自己呢 后场突击 来创造得分机会 整个气势 现在是打出来了 因为风比较大 对于场地来讲呢 就是说 这种风的影响 其实对于双方都在 那这个时候 其实需要打的更简单 更坚决一点 其实进攻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打拉掉 有时候受到风的影响 这个球就不太好控制 所以在有风的这种场地上呢 还是要求运动员 要坚决果断的去进攻 去突击 这个把这个比赛呢 尽量的把它简化一些 你过多的复杂的 这种打落点 打控制球 打拉掉 有时候呢 这个落点就会有一点偏差 再加上这个比分 其实双方运动员的心理 都会有一点点的紧 抢放网 陈龙再把球挑起来 对方反拍过度 放网 投顶区软压一拍 勾对角 下压进中 漂亮 好球 陈龙这个在投顶区 突击中路得分 够对角 对方挑球 陈龙把比分追到了17平 这也是来到了这场比赛 双方第一单打的争夺 其实是一个 现在是来到了 最关键的一个阶段 放王 这个球应该是孙文虎 确实是 这个高质量的回放 确实是质量太高了 没办法 漂亮 这个球 陈龙也是准备的很充分 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孙文虎 是想通过控网 逼迫自己来起球 所以接完发球以后 他也等在了前半场的位置 18平 白热化 漂亮 漂亮 半场的平抽快打 陈龙现在是在第二局 终于是反超了比分 19比18 跳起来 孙文虎出击 孙文虎呢 整个的战术呢 还是执行的很坚决 而且呢 打得很果断 他就是通过控网以后 逼迫陈龙去挑球 挑完球以后 自己在后场的突击 就是拼命的下压进攻 这个也是如出一辙 跟上一分就很像 这次呢 这次呢 是在底线正手 跃起以后的突击直线 20比19 现在呢 孙文虎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场点 关键的时刻到了 漂亮漂亮 好球好球 精彩的一分啊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陈龙呢 在往前 这个带有停顿的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随后呢 对于对方的回球预判也很准 这时候孙文虎上来以后 还想通过放网的逼迫陈龙去挑球 陈龙在前半场 刚才是反拍果断的去扑 20平 陈龙 软压一拍 再放网 投顶区点杀 还有 还有 这个球没有办法 这个球是运气球 这球放了一个滚网 球擦网而过 确实是 陈龙这个球没有办法 反拍的挑球呢 不到位 给了对方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 21比20 第二次拿到了长点 投顶区突击直线 漂亮 这球是投顶区直接一个点杀中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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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平 刚才陈龙在投顶区果断的一个点中路 杀中路 这球 这球孙王虎还想回放 还想回放 但是其实呢 他估计是用余光 已经看到陈龙在前半场已经等着他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球陈龙其实已经在这等着他了 注意力已经在这条线上了 现在陈龙拿到了局点 22比21 确实是龙虎斗 进盟短球 接杀不错 可惜了 镜头也给到了王世贤 这球接杀 接杀得很好 这个慢动作 抓拍的也是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运动员在这一刻 他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22平 放王 再放 扑 好的 漂亮漂亮 就是现在呢 陈龙呢 也不轻易的起球 就斗往前 这个球 陈龙抓住了机会 对方还想回放 被陈龙呢 再往前呢 抓到了机会以后 直接把这球扑掉 局点 漂亮漂亮 精彩的一分 这一分双方在心理上 应该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陈龙呢 终于是把这一分拿下了 稳住了阵脚 其实这一分呢 可以看到陈龙这一分当中 两次推倒对方的头顶区 当时孙万虎 其实他的脚下已经不到位了 他两次都是用反拍过度的 第一次用反拍过度 第二次呢 他整个人并没有敢去 在头顶区越起 去杀这一排球 就可以打到现在来看 双方呢 其实体力消耗都比较大 尤其是孙万虎 二十二 二十四比二十二 陈龙呢 是扳回了一局 在前两局 双方战成了一比一 一只好战成了一场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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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尚绝 两个人又是重整旗鼓 披挂上阵 进攻中路 再放网 推挑对方 投顶去底线 这球出界了 我们说了在场地的这一侧 在屏幕的下方 这一侧场地上是有点顺风的 双方第二局 刚才应该说打的是惊心动魄 陈龙是挽救了长脸 最终是逆转拿下第二局的比赛 出界了 可惜 在投顶区 陈龙刚才是突击对角 然后是上来以后 正手的一个抢放网 这个决胜局前半段 陈龙要把比分咬住 因为后半段双方要交换场地 搓球质量很高 软压一拍 都是想推跳对方底线 附近 结果这球都是出界了 下宣泽和 李志峰知道 在场边 其实我觉得这个教练员的心情 可能比运动员还要紧张 再下压 再放网 这次呢是自满虎呢 是挑了一个半场球 陈龙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 下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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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线内 线内 这球双方刚才陈龙是在半场抓了对方的一个球路 然后一个快抽 半场的一个平抽 这球落到了底线以内 2比4 就是前半局一定要咬住 这球孙凡虎也是抓到了陈龙的一个习惯球路 这球陈龙的出球有点消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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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网 漂亮 漂亮 投顶区刚才是一个点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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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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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错 放网 对方挑起来 打到现在可以看到孙丸虎确实是在体力上有所下降了 以往前两局当中非常犀利的头顶突击 现在感觉一个是使用率 现在是降低了 另外一个成功率 这个威胁也降低了 前两局呢 孙丸虎的这个节奏很快啊 后场的进攻下压很凶 也是消耗了大量的体能 4比5 陈龙呢是89年1月18号出生的啊 他比孙丸虎呢要小一岁 身高1米88体重78公斤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二 他是来自湖北省的沙市 他8岁呢学习打羽毛球 后来呢进入了沙市的业余吱孝 2000年入选了厦门队 06年进入国家二队 在07年他是夺得了世青赛 南团和南丹的双料冠军 开始展露头角 11年他是连拿中国大师赛 日本公开赛 丹麦公开赛的三战冠军 连续两战击败了李宗伟 当时是一炮而红 漂亮漂亮啊非常好的一个防守 加油 投顶区刚才是孙万虎呢快速的点杀对角 加油 但是陈龙呢这个接杀确实是很漂亮 加油 在2011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比赛的时候呢 当时呢陈龙呢是首轮啊 他是浪费了三个赛点 不敌威迪玛拉的选手科顿 应该说那场球对于陈龙的触动还是比较大 应该说那场球之后感觉陈龙呢整个在心理层面上啊 包括在这个精神上抑制品质上其实是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可以看到啊孙万虎的失误也在逐渐的在增加 这一局孙万虎的速度节奏就没有那么快了 这个后场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凶快那么犀利的 陈龙领先7比6 陈龙领先7比6 好 这球要求太高了啊 打的其实很耐心 双方都很耐心 陈龙在这一分当中呢其实是占据主动的 但最后呢这个正手的放网要求的比较高 7比7 对方回放的时候呢这球是一个滚网球 对方回放的时候呢这球是一个滚网球 对方连人的信败 对方连人的证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又是一个多拍以后 陈龙在往前正手放网 出现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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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分呢 这三分啊都是陈龙的失误 送分给了孙晚虎 头领区刚才是一个杀对角啊 一个长沙 球出界 得稍微稳一稳啊 稍微稳一稳 11比7 这样的话呢 是孙晚虎呢 在决胜局啊 领先四分 交换场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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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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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繼續 孫王虎到了場地的順風這一側 他現在打得要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力爭能夠加強進攻 力爭能夠在底線盡量多地下壓突擊去得分 這兩分其實都是陳榮推挑對方底線的時候 球不是那麼到位 對方抓推突擊 一個劈殺對角得分 球挑的一個是弧度比較偏平 另外一個呢可能也不太靠 就是不太接近對方的底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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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好球啊 精采的一分 惊喜的一分 现在对于陈龙来讲 就是说要破釜沉舟 现在不能打太多的控制球了 现在陈龙本身 他是场地有点逆风 这个时候你如果控制太多的话 速度会变慢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求陈龙呢 必须要放手一搏 破釜沉舟 要加强自己的后场的进攻和突击 要打出自己的血性 现在就是要把速度和节奏都要提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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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跟对方做这种拉掉的这种纠缠 一定要以进攻为主 都不轻易起球 好球 这球 陈龙也是抓了对方的一个习惯球路 这个是在半场等着对方 9比14 现在陈龙在决胜局的比分落后 现在必须要加强进攻 提高自己的速度和这个节奏 要攻出去 孙王虎呢打得很坚决 很果断 只要陈龙起球 他这个后场呢就 拼命的要下压进攻 出界了 今天孙王虎呢整个在前半场 他的控网也做得很好 也做得很好 通过高质量的控网以后呢 逼迫陈龙呢来起球 给自己的后半场的进攻和下压 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头顶局突击直线 孙王虎今天呢是在现场观众的助威声中啊 确实是越战越勇 现在就看陈龙能不能够顶住了啊 决胜局9比17落后 现在主要是孙王虎呢这个气势打上来了啊 在现场观众的助威声中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孙王虎呢这个气势上来了 所以现在对于陈龙来说呢 还是要想办法啊 就是说要多用进攻去压制对手 先把对手这个气势能够打下去 对方铺中路 这个球呢是铺到了陈龙的手里 10比18 突击好的放网 投资局再突击漂亮 必须要加快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啊 多打一些进攻和下压 这种拉掉呢 速度太慢了 速度太快 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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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荣发球 进往短球 跳起来 对方下压 再跳起来 今天孙王虎在前半场控网 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整个的往前球 手法的细腻度 确实是很高 又是利用控网 放短以后逼迫陈荣挑球 自己进攻得分 好球好球 春龙抓了对方一个反拍过渡球 在后场中路 跃起的一个杀球 这时候呢 就要求运动员在场上 一定要咬牙 要顶住 这口气不能散 另外呢 也要求运动员在场上 这个时候呢 要忘我 要忘掉比赛的分数 就是专注于 这个每一个球的争夺 每一拍的这个争夺 回放好球 软压一拍 再放网 好球 好球好球 再看一遍 这个滑板的批掉 这球没有想到就是孙丹虎在点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这个正手的回放还能够有这么高的质量 其实成龙那个反拍的放网已经是质量很高了 孙丹虎上来这一下点已经很低了 但是这场比赛呢 可以看到啊 孙丹虎确实是很投入 很兴奋 整个人的状态调动得非常好 刚才这个正手回放的时候点确实已经很低了 没想到 20比13 现在是长点 戒外 孙丹虎挑球出界 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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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一分是一个幸运分 孙满虎的一个轻调 轻调直线 这球滚网 掉在了陈龙的场地上 这样孙满虎是21比14 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 从而以2比1的局分 战胜了中国的运动员陈龙 这样的话是这场男子团体的冠军中的战 是韩国队是抢到了第一分 孙满虎是为韩国队赢得了一个开门虎 这是他在五连败之后 跟陈龙交手五连败之后 又一次战胜了陈龙 你们两个人之前在丹麦的哥本哈跟世锦赛场 刚刚打过一场 当时陈龙是22比1战胜了孙满虎 这次孙满虎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实现了复仇 获胜以后孙满虎也是相当的兴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是双方的第一双打的争夺 韩国队是李龙大 等一会儿是中国队是出场 是徐晨和张南 韩国队是李龙大和柳元兴 ر澳大和柳元兴 表演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